學長好 今天資深學長馬英九來到靜新中小學 宣傳電子發票 推廣愛心馬919 聽過的舉手 好 謝謝 馬英九表情豐富的跟小朋友們互動 還特別走到中間 拿自己家人當範本 分享如何實踐環保 他又帶著我走到我們舊沙發那邊 跟我講說爸爸 這個是叫做大型垃圾 對不對 所以謝謝環保的觀念 他是由小朋友來交幫爸爸媽媽 因為爸爸媽媽他們念書的時候 還沒有這些觀念 要環保也要做公益 就是要了解如何捐贈電子發票 仔細說明講解後 馬英九也跟小朋友宣傳 先前他擔任總統推廣的四省 也就是省水省油省電省紙 雖然有人妙回四省湯校藩眾人 但馬老師還是跟大家疾呼 如果要兼顧省紙跟做公益 在消費時就要告訴店員愛心馬 把電子發票捐給公益團體 是幾號 有幾號 要告訴誰 電子 我發現我家今天覺得演得出來 先前順手捐發票口號 造福了許多植物人家庭 但在電子發票逐漸取代後 許多人不知道該如何捐贈 已讓發票募集數量銳減大約四成 大大影響植物人的安養經費 對此 創生基金會也推出 愛心馬919活動 呼籲大家兼顧環保與公益 記者顧參友 採訪報道